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乐 要八卦名目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军耀下午2点 非要不可 好 欢迎来9号8号新闻 大家说是不是非要不可 我让你非要不可的刘军耀 受要不要 给大家礼拜一对症下药 在我们现在是美丽的市议员 黄珊珊 黄大律师你好 刘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午安 希望大家都真的很平安 这一两个月好像都不太平安 非常 每天我都 尤其我都觉得自己有时候 在家里面 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什么意思呢 血压升高了 什么事也没发生 但是血压比较高 对 不是 因为看到那个新闻啊 或者看到那个社会这样子在动乱干嘛的时候 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然后又看到一些很离经叛道的一些行为 比方说那天有人去拦蔡正元的车 趴在他车上 有人去追 蔡正元也不停 然后这样子 我都觉得说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社会 但是中间就发生了很多的法律的问题 趴车的人 开车的人 追车的人 挡车的人 哇 这些呢 其实在节目前我已经跟谭谭讨教过了 这中间有很多的比例原则的问题 待会跟大家来好好分析一下 为什么呢 我们民众 情长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 对不对 你骑摩托车 但是我刚好跟你有口角或干什么 卖照 卖照 来 来 来 你来 卖照 挡车 拉人 对 我就拉人 拉你的车 然后你就 你为了不想让他拉住 然后你就 加速 油门 这样子 你就觉得说这中间到底 这个法律问题要怎么解释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那个趴车的人认为说他有正当性 我要告诉你怎样怎样 可是呢 开车的人又觉得说 哎呦 万一你是歹毒 你要打我怎么办 对 因为在美国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嘛 对不对 你趴在我车上 我就觉得 我的人生受到危险 是 我就开车把你撞 这样子 那这个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珊珊要跟我们讲一下 还有呢 这个言论自由到底的范畴 自由度要到哪里 那个新竹交道那边 有那个民众看到说 人家挂了白布条 很难看 就是服貌的嘛 然后很难看 所以他就把它拆掉了 自己去把它拆掉了 在人家的学校 这拆掉的话 可不可以 就是说 今天呢 我们今天生活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有时候有广告物啦 有什么啦 也未必是言论自由的 有言论自由的布条啦 对啊 之类的 那么多 可是他在公共区域啊 在人行道上面啊 在行道书上面啊 你觉得很难看 我可不可以去猜 好 这些问题呢 如果你可以去猜 那你是不是隔壁的围间 你也可以去猜 这个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法律问题 因为大家有些是懂非懂 待会你再帮我好好分析一下 那在这个之前呢 我想听听你 台北市议员队 在今天 今天早上 终于把这个忠孝西路的 这个反而是 的这些抗议民众呢 本来占领了忠孝西路 那用水柱驱离了 水车 这个事情你觉得处理的如何 这其实 就是 其实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 这要是民主的地方 大概都有类似 聚众 然后 有表达诉求 然后甚至可能会有比较 超越你原来申请的范围的 一些行为 那其实 警察的执法真的是两难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大法官会解释 又主张说 紧急状况出外 不需要申请核准 所以他某个程度 就像我们上次讨论 就是某个程度让一些的 集会游行 他是 只要你有紧急状况 你不需要事先报备申请 所以你看他们 就算他们在聚众的时候 镇里的周修系路 其实警察并没有 强制的动作 也就是说 我就让你表达诉求 对 那因为 你们也蛮和平的 但是我有 公共利益的另外一块 就是 第二天早上上班时间 昨天是假日 交通影响 我们输到也还好 但今天早上是上班时间 那他有一个公共利益的 另外一个标准 所以 第一 你还是一个没有申请 然后第二个 你是不是符合所谓的紧急状况 紧急状况 如果真的是比较紧急的 应该是在信义路的那个 丁一兄 对 绝食的现场 是 真的 比较有紧急性 对 紧急性 因为 不管怎么样 他正在禁食 这个禁食可能 随时会有危险 但是 我个人认为说 昨天这样子当他们 正常发表言论 我觉得这是 合理的 你就说 你 你就是来诉求嘛 就像我们讲的 举牌三次才违法嘛 对 当警察没有举牌三次之前 其实你就是合法的 你赶快讲 赶快讲 你就赶快讲 你就讲你的诉求 让你讲完 对 那讲完警察已经告诉你 我什么时间 我们必须要离开你 你再这样我就没有办法 我的公共利益可能 就是刚刚讲 比例原则 要全衡 我可以让你表达诉求 但是我也必须要维护公共利益 所以这在中间 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那 时间 也事先讲 也不是说偷偷摸摸的 就告诉你 我早上以前 我一定必须要清空 对 昨天晚上市长也公开 记者会说 我们在早上之前要去 所以 有些群众正常 以前啦 正常的大家就回家了 像我们 我们什么红山军什么 也有申请 但是 天下围攻完之后 大家就回家了 也没有人留在现场 要去干什么 所以 重点是 如果 已经有这样的程度的话 那警察驱离 那就是 变得必要 你如果公共利益 没有办法维持 你的 而且你的相关 前面的动作 你也让群众表达了诉求 其实就是要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 平衡点 这个平衡点 你说 驱离 驱离怎么 动作 大不大小 不小 还有之前 有没有发生流血 还有 警察的手法 命令是一回事 执行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 长官应该不会命令说 你要把人家头打破 对 但是现场执行的人 可能会有 发生个这样 over或过渡 或者是 插枪走火 本来自己 年轻警察也很紧绷 那那种插枪走火 那就是要看现场的状况 决定个人有没有 超越那个 警卸使用条例 就像 你逮捕 呃 逮捕人 你开枪 明明可以打他的脚 你打他的心脏 对 就不行嘛 就算有武器在你手上 你还是有一个规范在 是 同样的执行 驱离这样的动作 是 也是有规范在 媒体都在现场 误允都很清楚 到底有没有过当 就你刚刚讲的 警棍可以打在头 也可以打在脚 对 你可以 你可以 这样的意思 对 像我们之前有类似警察 就是 啊 那个 歹徒有枪啊 嗯 那我有 我攻坚嘛 对 我攻坚进去 上次那个案例就是 那个 歹徒开了三枪 对 结果我这警察进去 开了18枪 就被起诉 嗯哼 故事自死 因为开太多枪 开太多枪 因为只能开三枪 还有开你的位置 哦 你如果 他是跟你正面对决 你从他 正面打回去 对 OK 对 可是他有一极枪是什么 背面 哦 就警察 就这个人可能已经 往回头了 你在背后再打他 他就会被认为说 诶 可能是过当 那你从背面倒的话 你给他打在脚 对 你如果打在脚的话还OK 对 不要让他跑 你知道背部的 对 部分就是 人家已经往回走了 往回走了 对 对着你的威胁性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行为 嗯哼 就是说 就算是距离 也是会看你的行为 对 你的太阳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是是 OK 所以说今天 这样的距离 我个人觉得算成功了 和平一点 是不是 因为你还是要以公共利益为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因为中校西路算是 我们的干操 整个台北火车站的周边 你知道的 新北市要到台北市的大干操 对 因为应养到多少人的来来往往 所以说这样的 你如果都是要用 因为大家都生活在这个都市里面 你有诉求 可是呢 有人也要吃饭 你的诉求 像镇江街啊 然后青岛东啊 济南部立法院周边 其实他算是比较小的绕路 他们是主要的南北东西东西的干操 对啊 但是我就觉得说你因为生活在这个 大家一起共同生活的一个环境 你一定要有一个当市长的 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很 要一个平衡点 你刚刚你讲的 那个平衡点你如果没有抓住 你今天住 你可能会引起更大 更多台北市民的反感 你怎么让我们的生活变成这么的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 就是整个 整个城市的 失序 对不对 你失序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的 中校西路 我第一次看到的水柱耶 就是我们大概 二十年前吧 是农权会还是什么 水柱还好 中华民国政府第一次用水柱 就是因为中校西路被占据 真的啊 因为水柱之前是丢汽油弹的 你有看到汽油弹 我没有看过 那个汽油弹就在我前面三公尺的地方炸开 也是十几年前的 二十 应该二十几年前的 那一个群众运动 那时候不是那个 来来饭店 那时候叫来来饭店 现在就要洗来灯 来来饭店 那个时候呢 我还记得我们一个新闻同意 有一个流姓主播 然后呢 跑到 因为被民众追嘛 他跑到来来饭店里面去 然后 躲起来 然后群众就 全部冲进那个 来来饭店 要去找他 要追他 结果呢 大家听很多的玻璃 很多的落地窗嘛 劈里妈啦 全部都打破了 哇 整个来来饭店 这么勇猛 哇 这个 那个民众冲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好像 好像那个 所向披靡这样 进去 哇 哇 打了那个 好 那我呢 我当时在那边采访 然后我就看到民众在那边冲 我赶快跳上那个 他们前面的 有一个高起来的滑台 就跳到那边 就跳开 对 騎关山 看买的小蛋 结果 好 就正报警察就来了 正报警察来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 驱离 然后就汽油弹 有些人丢汽油弹出来了 哇 前面就真的是暴力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哇 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干嘛冒着生命危险去采访 对 那个时候年轻 年轻都觉得说 这种东西要参与 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看嘛 然后呢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后面啊 躲了 站了一个人 也是他们抗议群众的人 那一个警察呢 远远就跑过来 就冲上了这一个花台 拿警棍就吵我呢 要打过来 对 哇 他干嘛要打我啊 我现在立刻想说 我站在这边 我根本没有怎样 他打我 他打我后面那一个 他打我后面那一个 就这样 哇啪 那真的是 那打下去 哇 头就 所以喔 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是更那个执法 但是那时候 那时候的执法比现在更严厉 嗯 嗯 现在我觉得说都算软的啦 以前的执法 我就觉得比较 比较 以前那个石头啊 还有另外一个石头 更好玩 我来躲在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就是拿来换店 没有 另外一个 另外一次 然后我就躲在那个巨马的旁边 嗯 那巨马旁边呢 然后这一边是警察 一边是群众 群众就丢石头啊 丢到警察这边来啊 那警察被丢对不对 他也不爽啊 嗯 就捡起石头起来 就要丢回去啊 結果烙手你知道吗 啪 打到你这里 我是躲在那个巨马这样看 对不对 然后石头就砸在我这边 碰 碎的石头 哇塞 还好有 有铁丝网 不是 不是 我是站在警察这边 所以警察 丢过去的时候 烙手 丢到我这边来 然后还好没有丢到我 然后丢到我的前面 大概这样 警察也是有时候会 情绪失控 失控啊 就是会失控嘛 你丢到你砸到他嘛 他痛啊 痛的时候拿起来 就要丢回去 就丢到这边 哇 我被那个碎石头 砸到 感觉非常的惊险 所以说 但是所以这次的水柱的驱离 我认为因为 已经到了临界点 不做也不行 对 是吧 好啦 那这个呢今天呢 合适反正反而 现在的 现在的状况 马恩九也说 要先 总统已经说了嘛 先停工 那所以停工 那咱们看看 那这样林毅雄 还要再需要进食下去吗 我看应该不需要了吧 其实 他要的诉求 可能还有公投门槛降低的部分 嗯 就除了停建以外 那当然还是要公投来决定 合适的未来 那公投又担心 门槛的问题 所以又希望公投门槛降低 所以 这个诉求没达到 不晓得他会不会停止 好吧 那咱们一起去看唱本 走着瞧 希望 天佑台湾大家都能圆满解决 好 以前也不要受太多的人 是啊 好啦 那这样说什么在这边 当然有些法律的问题 要跟大家呢 这一次你就看到 呃 蔡振元的车子被攔下来的时候呢 哇 正反两边很多的声音出来 哎呀 虽然我也讨厌蔡振元 但是呢 他这样子被人家攔车 攔搭车的人 实在是不对了 老老老老老 讲很多 因为大家都想到说 如果今天被攔的是你呢 对 是你呢 万一你 万一你遭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那该怎么办呢 这就法律问题会出现了 所以呢 请山大来跟我们来做分析 我先举一个美国的例子嘛 刚刚讲的 那我记得是一个妇人 他带了一个小孩 他带两个小孩 就被一个骑摩托车的把他拦住了 拦住之后呢 就下来 好像可能是要对他们母女要施暴 所以他就 对他就恶话不说 开过车撞死 把他撞死了 所以 他后来法官判他无罪 因为他是属于正当防卫 OK 这是美国的例子 不是台湾的 美国的例子 那我会想到在台湾 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如果遇到 甚至我们自己看到 碰到飙车组 把你拦下来 那你该怎么办呢 这车里面 你要活活被他打死吗 还是你要开车冲撞他们 这是我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先看站车员这个问题 然后你再来回答我刚刚问的提问 站车员这样子 这法律关系会是怎么样 有两个人趴在他的车上 让他的车子走 那正常状况啦 如果我们一般的民众碰到的话 其实 这个后来 因为他 司机大概害怕 一直开了一公里多 其实蛮圆的 然后就旁边又有一个白色的车子 不知道是不是新闻有出来 冲过去拦住他们 不让他们停车 所以这里面有三段 第一个就是我趴在你车上 我趴在你车上不让你走 他其实某个程度他也有强制 强制你行你无一无之事 比如说我们常常在路边人家插撞 前面停下来 把你的车挡住 下来 吵吵吵 很清楚他就是一个强制罪 那如果你的 你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路上被人家这样的打 或者是有这样子类似的行为 第一个 因为现在大家都有行车记录器 对 其实那个行车记录器 继续让他发生 就千万不要什么熄火 对 开着 第二个 我们现在电话很方便 马上报警 这个报警是你唯一的自保方式 那但是也许有一些状况 是你觉得现场 如果那种情况 你可能就是报警就够了 那有一些情况就是 刚刚耀哥讲的 感觉就是要来抢你的 或者是你的仇人 或是他已经有拿东西了 拿武器 你的动作就会决定在于说 你是不是正当防卫 我自己害怕 我就继续开 开很快 冲撞 那对 将来来平定你这个行为的时候 会看现场的状况 然后你的正当防卫 是不是符合所谓的比例原则 还是有所谓的过档 我继续开着这个动作 你可以继续开5公尺 还是你要继续开1.2公里 是 这两个可能会有 可能会超过过档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 再开5公尺 你是希望他们下来 我赶快走 但是 他趴在上面 你就一直开 开到旁边有人叫你停 因为他们也一直不下来啊 开到旁边有人叫你停的时候 你还不停 的这种情况 然后继续往前冲 那不是有两个人也去拦他吗 最后把他拦下来之后 他还告拦他的人 所谓也是强制罪嘛 OK 所以就是要看每一个人 他在他的行为的当而 那个状态 是不是所谓 所谓符合比例原则的正当防卫 假如 他的速度 假如他的距离 比较合理 可能就 构成所谓的正当防卫 但如果 太远了 太离谱了 太快了 有可能甚至 希望把这两个人摔下去 那个意图可能就会 超过正当防卫 可能产生新的意图 新的说 我就是要让他们摔伤摔死 那对于 然后后面拦车的这个动作 一样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本来 你随便去拦人家的车 你是没有正当性 可是你看到别人的车 上面趴着两个人 这个车一直在开 你就产生了某个程度的正当性 去阻碍他 也就是说 这中间会有三段 你的原因 你的动机 你的目的 跟你的行为 你去挡住他 你是为了 那车上两个人的安全 这在某个程度 他就可能构成 部分的正当防卫 好 那我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来解析这个案例 好 现在呢 能不能就这个实际的案例 像如果 那个影片你看过了嘛 我们大家都看到 那看到你认为是这样的话呢 谁会有罪 比方说这个趴车的 我们先讲趴车的 跟蔡振元的这个 司机 趴车的人当然构成所谓 某个程度的强制罪 对 就是我使你行 无义务之事 我想任何你在路边 有人趴你车上不走 他都会有强制罪 那接下来就是蔡振元的司机 他碰到这种状况 然后他脑袋里面是想要 赶快脱离嘛 你赶快走开 还是说他有 希望靠着速度 还有距离 让他有受伤的意思 这个就可能牵涉到所谓的 我们犯罪有两个 一个叫做行为人的主观犯意 另外一个是客观事实 客观事实就是我刚刚讲 他到底看得多远 看得多快 然后第三个就是 他主观脑袋里面是想什么 想要他下来 还是想要让他受伤 我想要想要受伤的机会 应该不大啦 对 就是这两个 但是如果 就算你没有想到他受伤 但是你对他的受伤 是有预见可能性的 你可能还是会有不确定的 不确定的故意 这绝对可以预见的嘛 万一他一个滑胶 他可能倒下去的时候 你轮胎 对 有预见可能性 他还是可能会构成所谓的 没有故意 至少也不确定故意 所以就这个司机的行为 他可能也会被评价成 有伤害的犯行 那蔡振宇坐在车上啊 他的老板 他的老板坐在车上 那蔡振宇有没有 有没有指示就是他们两个的证词的问题啊 或者他自己就这么决定了 有的是老板说你给我冲 那就是证词的问题 那通常司机都会躺下来啊 对不对 那个老板说我会照顾你 你就自己 这就是证据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旁边这个追车的人 追车的人 就我刚刚讲 正常你去追人家车 叫人家停车 你其实也有强制追啊 对啊 只是这个人 他在去拦车的这个动作 他的脑袋里面 跟他客观的行为 他不是要 他是不是要去做什么事 他的目的是要他停车 然后让他两个人下来 这个目的就是我刚刚讲 他已经就产生了某个程度的震荡性 那这个震荡性 有没有过当 一样也是要看比例原则 你不能开过去把他车子撞翻 你的目的跟方法 事实和正当比例原则的话 他可能就会因为 他有强制罪 但是因为他的正当防卫 正当性够 所以可能法院会认为说 这是正当防卫 我们另外法律上有一个叫 紧急避难 就是我追犯人 警察不是常常追犯人 他真的犯人逃到你的水果摊 我警察就整个冲进去 把你水果摊弄烂 因为你不是对我 正当防卫是对我侵害的人 我可以对他正当防卫 可是我因为要 做一件正确的事情 而伤害了无辜 这叫紧急避难 就是说 为了要追 最强匪 把你的水果摊砸烂了 这叫紧急避难 也没有行责 也可以逼责 但是可能要赔偿人家的钱 民事部分 就是说 无视对加害人的 因为你的行为的正当性 而不好意思 影响到第三人 类似这样 所以这个去冲撞的 帮忙蓝车的人 如果假设 他现在是被蔡政员告 所以他的这个行为 如果没有达到说 有他的正当性 或品极避难性 他是可以让这个车子停下来 让这个人下来安全的话 他的可能会让法院认为说 就算你有这样的强制行为 你可能也有正当性 那最后可能就是任地为没有翻译 那这样我再衍生一下 我们还是鼓励要路见不平 建议有违嘛 建议有违在写 今天我看到一台摩托车 他抢劫了 他抢了另外一台摩托车 就跑了 跑的时候呢 我在那边开着车 我要追 追他 追他 对 我要拦他 可是怎么拦他呢 我一定是可能要开到他前面去 或者在看他侧边的时候呢 停车 停车 那或者甚至 我可不可以想要把他逼倒 因爲什么 他手上有拿着刀 对 那该怎么办呢 当然很多警察会劝我们说 碰到这种情况 你们赶快报警 然后不要自己处理 这当然 可是问题是 很多时候是 你这个时候停下来 或者是你没有追 他就跑掉啦 他可能就说 钻到巷子里面就不见了 好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想把他说 我可不可以想把他撞倒 撞倒之后呢 然后呢 下来去把他制服 这样可以吗 现行犯是任何人都可以逮捕 但是你的一样 还是回到 你的那个行为的比例原则 撞倒的这个动作 如果是 会被认为是正当防卫 或者是緊急避难的主观意图 那应该就会被罪啦 但是你还是有违法的行为 因为你随便乱撞人家的车子 但是就 可是他抢劫啊 那个状况是可以让 法官去评断说 你的动机和目的 因为他跟你没仇嘛 你一定不是要伤害他 你一定是要抓他嘛 是是是 OK 所以说 还是要鼓励路见不平啦 对 因为呢 因为大家如果都那么冷漠的时候 呢 住在这个社会 就觉得 我在这个社会有什么意思 大家都那么冷漠 你刚才到他里面去 抢操商那种都是 整个路人围起来直接跑 追啊 对 开玩笑 把你当当什么来点 好 那所以 这样的事情 我想大家都经常会发生 嗯 经常发生 那你就知道怎么处理 因为杀战区又跟你讲 大原则是什么 然后呢 你碰到你自己 得到状况的时候呢 你的犯意 你们这样的犯意 你的动机是什么 你是想要救他 还是要去协助 就建议勇为 就是要把这个歹毒 给绳之欲罚 但是在比例原则 手段上面呢 可能要稍微 对不能过当 不能过当 一下子把人家撞死 那你的事情就大掉了 对 好不好 那这个呢 提供你参考 那另外一个 一样 生活在我们周遭里面 我们周遭里面有让你太多看不顺眼的东西 比方说 违剑 比方说 违法张贴的广告物 让你的这个整个环境变得 乱七八糟 比方说 这些言论自有的布条 贴在那里 挂在那里 挂很久了 你家楼下有人挂反服帽 楼上有人挂五星旗 是 然后 还有就是说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 人家那个 躲现在的 你隔壁邻居 噴漆 噴漆干嘛 弄成这样子 但你看的就是很 很碍眼嘛 你可不可以自己去清理 你可不可以把它说 好 我这布条把它拆掉 或者是这个 我广告违剑物呢 我把它拆掉 或是违剑呢 你看的不爽 就自己去把它拆掉 哈哈哈 对 这个有小而大嘛 可不可以 因为呢 新竹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新竹那个 这个 这个 女子呢 她就认为说 反服帽的布条 贴在交大 太难看了 所以说呢 她就呢 把它拆了 她拆了之后呢 人家现在交大 那个教授呢 说要告她了 那来 我们先讲这个案例 然后你要告诉我们 民众碰到的时候 该怎么处理 其实有很多人 因为言论自由 现在很多人都会在自己 跟建商发生问题 就贴一个布条 对 或者是社区里面自己 不爽就贴 大家再公告 谁谁谁 哪个不好 其实都会造成 就言论自由 有她 她的保护 言论自由 不管她喜欢不喜欢 她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那只要被贴的人 你不可以贴在我家来 那你贴在你家 我可不可以去你家 把你拆了 可不可以 基本上当然不可以 对 就你在你家挂服帽 我在我家挂五星旗 五星旗最近 不是有被插在那裡 所以 就类似 就是你的言论自由 但是我可不可以去你家 把你的东西拆掉 不可以 不可以 就像很多 有时候那种 石黄的老阿嬷 人家外面 摆一个什么东西 把你取走 她说你不要了 对 她说你不要了 其实我是放在门口漂亮的 是 那都是切到嘴 OK 比如说别人的东西 它是有物权的 有所有权的 有所有权的情况下 你都不可以随意的动 那如果这个人 像在台北市 我们很清楚 我们的公共区域 公共区域 如果你挂上去 对 你有什么言论自由 或者甚至小广告 对不起 那就叫做废弃物勤理法 你要干嘛 打电话 1999 请环保局来清 环保局 因为这个是有法令规定的 环保局可以清 那你这边可以清的带回家 你可不可以自己去拔了之后 把人家铺条拿回家 我不要拿回家 但是我 我就不想让它挂在哪里 我把它剪掉 然后让它掉在地上 剪掉的话 基本上 就是 也要证明是谁啦 对 那谁做的 然后有没有灰水 灰水的问题 因为它虽然是个违规广告 但它还是有误权 违规广告是违反行政法规 这个挂的人 要负责行政法的罚还 但是它还是个误权 还是我的东西 其实我放在门口 你也不可以把我拿走 我挂在那边 你也不可以把我剪换 可是剪换好 我可以再把你剪换 我是把你绳子剪断 剪断 那你 你能告诉我什么 那还是有回损的问题 不能挂 是 可是你用公共 公共区域是你的 也是我的 那你这样子破坏 那是请你打电话给政府 由政府来处理 就是要政府就对了 就你自己做 如果人家就物权的角度 它还是他的有财产权的东西 好 那我请教你 另外一个问题 他挂这样的法胡麻 对不对 我挂一个挺胡麻 把它盖住 对啊 这样可不可以 这个可以 因为你没有毁损到它的功能 哦 就是很多人 像我们选举的时候 就是你把个布条 就会有另外一个候选 把它挂上去 对不对 或者是你张贴广告 以前那个 电线杆以前 不是都有贴那个 红纸条啊 出租干嘛的 后面的人 拿去贴个更大张的 把它盖起来 哈哈哈 后面的人 再贴个更大张的把它盖起来 那怎么样 大家都 我没有毁损到你的物品 你的东西还在 你还在 除非我把你盖住 我把你剪掉我偷走 那就绝对是有罪 对 所以嘛 这个就教我们这个新竹 这个女生 你如果有本事 你去做一个更大条的 把它盖起来 不行啊 因为它挂在交道里面 哈哈哈哈 所以好 那他如果自己这样去挂 在交道的门口 那这样算不算呢 算不算这个叫做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法律的责任吗 我进广告 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听山山那一条 你可以在你的这边再挂一条 好 刘俊耀 又要黄山山 黄大律师在我们现场 山山你好 大家好 好 那这样的话 要挂大家来挂啊 你挂布条我也来挂布条 然后呢 你挂在 反正就大家一起挂 但是 我可以去挂到 挂到你家去吗 不行啊 你可以挂你家 不是 我可以挂我家 你家贴了一个这样子 我看不爽的 我可以再把它 再把它挂上去 我们的所有权的保护是很清楚的 就是所有权人 有自由受益处分的权利 别人不得侵害 也就是说 这是我的房子 我如果贴了违规广告 是政府来拆我 不是你可以来管我的 也就是说 你要进到我的所有权的话 我可以排除你的侵害 即使我的房子 我高兴不高兴 我把它涂成黄色红色 也是我家的自由 或者要来管 对 可是在美国很有趣 美国可以告隔壁说 它涂整个家红色的 对我有心理上的损害 真的吗 对 它们有那种环境权 我们没有 就是说我们的所有权是自由收益处分 所以 你 你不可以随便到人家家里 去动人家的东西 就好像我刚刚讲 你不可以 剪人家的布条 跟你不能拆人家的违建 是一样的 对 我看你违建不爽 我去给你拆掉 就算它违建是违反行政法规 那也是政府拆除处罚它的事情 是 也不是我们可以自立究竟 那如果那样的话 就变成冤死社会 就是 可是我检举很久了 我检举很久 到它不拆 对 检举很久你也不能拆 你看 这个就是法律 好不好 你这样的话 你可以说 因为你是违建 所以我可以替天行道 哈哈哈 不是 但是替天行 但是你刚讲 那个国外的法律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会有保护你的环境权 我还以为说 你不检草他也罚 对对对对 这个我知道 就是说你不检草 你的家弄的乱乱的 这样不行 他觉得他可以去告你 包括德国 我记得他 你没有把你们家装置好 对 德国 没有维护好也要罚 对他觉得你这样子 对我们这个社区 社区的影响很大 对 但是我不晓得说 你连你家涂红色 你都要去 对啊 在国外他就认为说 你是影响到我们社区的整体性 我们都是比如说灰色白色 蓝色 就是蓝色屋子 是 为什么你涂了一个红色 你挑一个 太跳色了 集体起来对你 提出那个 他们还可以有心理痛苦 因为我每天看到这个红色 我心里很容易激动 哈哈哈 还可以球场 每个州不一样 我还可以球场 哇塞 每个州不一样 但是很多州市会注重整个的社区的环境 所以说你看 人家国外是这样 这么的注重他们生活的品质 大家共同为优 可是我们今天的 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这段时间 正好处于一个言论爆发的 短的非常短的时期 我们现在二十几年的民主 对不对 反服貌 然后最近的这样的一些反和事 最近你可以看到这个言论的这个激变 是非常的 在社会上我们已经形成两派 甚至多派 大家各有各的诉求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是这样 彼此尊重 对 尊重别人要发言的权利 像你看 可是呢 我就当长辈的 当政府高官的 也要做好示范 那天苏贞昌去拜会马英九 你看 我的天啊 一下子 我不能不打到你啊 我两个人 两个人在吵架 比小朋友还要幼稚 是不是 然后我不是在常委吵架的 是啊 我也没让你吵架啊 你看看他们两个人 两个大人 可是他们可以用这个机会 让国内和解 对 我觉得那是最好的机会 因为两个那么大 那么大党的主席 碰面 那你应该 各自都还在诉求 自己的基本支持者 没有要找公司的意思 最坏的示范 真的是 谢谢